日本主张核污水入海背后这公司最开心,因它每年花上亿处理污水。 9月10日,日本环境大臣袁田一昭说,他认为东京电力公司应该把福岛核电站辐射污水排入太平洋。 据早前韩联社的报道称,福岛核电站自2011年发生核泄漏事件以来,福岛核电站每天都会产生170吨的核污水。 而目前福岛核电站所做出的污水储存设施预期在2022年的夏季将会达到容量极限。 不难想象的是,日本主张将核污水排入大海,东芝是最开心的,因为它每年都需要花费巨资去处理核污水,但具体的数字却无从知晓。 再联想到如今环境大臣主张将核污水排入大海,不得不承认的是,日本和东芝处处充满着矛盾与荒唐。 卫生衣